我现在在一辆一个 2017 年的一个 GSTW 上面啊 F56 啦,我今天驾过一个啦 Stage 2 了的,然后 今天再来一个 试一下它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现在大约290匹左右啊 接近500个 Torque 不错啊,然后这辆车是 Prefacitive 的,所以它是 680 不是 DCT 哦,它是 by iShin 的 我们现在换它去 哎呀, Sport mode 就会有打炮声了 那我们把牙箱推到 GST 把这个 MINI 满硬一下 这个女人驾的话不懂怎样 踩完 Hick down 2号牙的 Boost Filled out directly 直接 哦唷 哦唷 哇,这个 MINI 跟我现在驾到辆有点不一样啊 哈喽,大家好,又是Adderai的人,不是一个车瓶,只是POV啦,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POV跟定然,试驾影片啦,准计视频呢,是非常感谢Brandon,从Mod's Garage啦,所以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车来的? 这个是Mini Cooper 2017年的JCW,JCW Spec,那之前其实我是有review过啦,那这一次为什么会选择再次review呢,因为我觉得之前我驾那样车有点不太好开的感觉,可能adjustable太硬啦,可能它的tuning有点不是很好啦,不甘心,我们再来一次,这个车有下过Sepang哦? 有,下过Sepang,哇,也是厉害啊这个车,不是你日常驾驶的车啦,如果给你日常驾驶,你OK吗? OK,可以,可以,我觉得女人会不可以啦,我们男人是,我比较喜欢有这种Firm的, 所以这辆车是有改装了一些东西,那我带你们去看,啊,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影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即时收到通知,不要忘了关注Mod's Garage的Facebook,还有它的IG啦,OK,so,我们去看车,Let's go!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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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变速箱,它不是双离合啦,我们等完了这样子后,我们偷偷第一样东西,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最改进入,就是我们换了这个Eventuary,Eventuary跟Carbon,Carbon只有Carbon Scoop而已,哦,这里进风啦,这边进风,这边进风直接direct,直接direct,这原装这个是有动的吗?因为呢,这个Carbon是修主署了,其实这整个也是Eventuary也是有Carbon的,然后我们也是换了Charge 排,FTP 排,Next,我们又加了JB4,Full System Exhaust,3.5吋啦,3.5吋啦,然后过后,现在我们加了 JB4的Carbon在下面咯,那你Pistons那些有去搞吗?有,我们现在最近新建设,还没有下车Forge Pistons,之前还没有Forge Pistons的时候,马力就没有这样搞,那时候去确认咯,后过后我们没有去确认咯,这个车现在on wheel的Dino是大概多少匹啊? 然后291吋,然后接近500吋啦,前驱车咯,这个上山,其实也不难上,因为这辆车有Electronic LSD啦,不说没有注意到,其实它换了这个Full Ring 的LED Daylight啦,这个是来自于Facelift 的版本才有的,换一下,Carbon 嗯,不要太大力敲哦,人家车,要不然他等一下吊我哦 前面有Super Circuit的这个Front Shop吧,大概两根手指的高度,它是原装的DCC啦,原装的避震器,它是可以调软硬的,就跟着你驾驶模式啦,如果你调到Mid 的话,也就是他们的Comfort Mode,也不会讲太舒服啦,不会这样的舒服,也是硬 Mini 就是你玩看中国的评测都会讲比较硬邦邦的啦,18吋的轮胎,225,40R,18吋,这个是来自于Goodyear 一个F1 SYM6,我们换了这个,这个是比F1 Super Sport 的来个更加高的? 其实 Super Sport 是不个高的,SYM6 是可以讲普通UHP Road Tire,还有普通UHP Road Tire 哦,我明白,所以它的TRACKWAY是300的咯,这个之前我们有下过TRACK 轮圈是Works in Motion,原装的刹车卡钳是Fordboard Caliper,所以它换上了这个Brambo 大概1000度的这个刹车皮,刹车通风叠啦,都换过了 后面这里的轮胎也是25,40R,18吋,后面就有一个原装的,也是刹车卡钳,在后面它叠这么,大概这么小而已哦 可以装的啦,也是没有办的 后面还有一个来自Mini Force Works 的,看到了吗? Real Strap 啊,占了一点空间啦 然后这些Diffuser 啊,这些Lips 啊,都是你后面加上去的? 对于我们Rebuild了引擎,我们才就装这个Spoiler,Mid Spoiler,还有Real Diffuser 这样你们怎么开一个好的Carbon?就是你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呢,它没有什么波浪型 直直平平,每一个切割都是圆圆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贵货 方便讲一下这个多少钱吧? 10多,10多,10多,10套,这两个,这个另外还有再加,不是那种Shoppy Motor Squad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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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原装的Muffler是两边直触的啦,所以现在换上了一个三角形的 很特别的,很美的一个设计啦,这样子的外面听到很大声,里面就听到不会很大声 所以后面的尾灯也是换了这个英国国旗的,是Face Lift 的才会有的 如果他们要改这些灯啊 那些可以找你们吗 可以 所以所有这辆车改装物品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找Cosca了 都可以找我们 Coding, Programming 全部都可以 Walk around的视频 你们看我之前影片就好了啦 其实基本上东西都是一样的 Start button here 你看到吗 就是这种声音 一Start的时候会有那种 Pum,Pum,Pum,Pike Sound 然后它就有 Green 有Green 就是 就是 Cool Mode Mid 还有推上的就是Sport 那Sport的话我载点有给你们啦 就是要高转才有一种 这个声音 风行四踏板 Mini 跟BMW 一样啦 只是它比较很多元素都是圆圆的 连它的这个钥匙也是Mini 所以则是一个六速的 自动变速箱 有Sport 跟Mano Mode 手动打模式 用框打薄片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传统手刹 如果是 Facelift 的话,它是一个自动手插的,不是传统了的啦 这个仪表它也是换上了 Facelift 版本的 因为以前是一个实体的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实体的话还好而已 反而换了这个我觉得更加立体,更加的容易看 它会有这种防手指纹的 那就 Mods Garage 的车 如果看到这辆车在街上,不要去惹它啦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上山的试驾, Let's go 我们 Sport Mode On 去到 Mano Mode Yes 这节影片呢,是有一个新东西给你们看啦 GeForce Meter 因为很多人跟我讲 每次看你这样驾车,我不懂它有多快 希望可以看到一点GeForce Meter 我就尝试一下,用电话来记录一下给你们看啦 这辆车一个前驱的Front Wheel Drive 小小辆小钢炮 又轻哦,它的马力又大哦 所以在二号牙的时候呢 就是你会感觉到Boost慢慢的越来越高 通常呢,这种Turbo车一号牙不会给你Full Boost到完的啦 还会来保护啊 这辆车的方向盘呢,不像上次我家那个JCW这样 它太过敏感了 我不懂是因为它犯了Space的原因还是什么 我觉得怪怪的这辆车的那个Suspension的设计啦 调教啦 然后这辆车反而 这辆车的好叫很多原装的DCC 不知道为什么 好 太暴力了 很暴力的这样子 这样子也下过Sepang了啦 所以就 真的是一个很轻的车 好多Motors 这样子我真的是讲不出话 太暴力了 不容易驾 马力一大你就很难驾这辆车 你要有focus下啦 你不能随便讲话 我一讲话我就 不懂得去哪里 很顺这辆车 有时候Custom Team 也是要看人做的 所以之前我可以讲 那辆车的 Tuning车主也是 感觉到不是很好啦 哇,Frag Sound 我喜欢它 Racing Line 哈哈哈哈哈哈 OK 这辆车 我发现到这辆车 好像没有得看那个Water Temps 就是要装另外一个Meter了啦 Holy Temps 还是没有得看 这辆车的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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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Cracker Sound 了喔 Original Cracker Sound 了喔 嘖嘖 NO命 Omai god Racing Line 也不是这样拿的 是不是哦 哦 我的天啊 慢慢下來等他一下 哈哈哈哈 Fiat 剛剛在我們後面 很RAR很RAR的一輛車 等下我帶你們去看 後面那個青色的 5-cylinder 20W Turbo 2.0是吧那輛車 2.0 2.01i5 後面以前是ASAS 我記得小小的時候看到他們 一Costa的時候 他的後面屁股會上來 很特別的一輛車 很少人見了 是Mini什麼Ferrari 感覺這輛車怎樣呢 就是一個字猛啊這輛車 嘖 在山路是很好跑的 因為他夠小量啦 他的沒有屁股 然後車身 我不會講他像 Of course不像我的EK這樣輕啦 可是 對於這些歐洲車來講 他是算輕的一輛 所以我就 隨行應手要去哪裡 就去哪裡 現在Sport mode 他的整個Stairing是很緊的 要用一點的力氣去抓這個方向盤 然後如果在高速上面 或許不是一個很舒服的車 就像你放到MID的時候啊 也就是所差的Comfort mode的時候啊 他會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跳了 所以要習慣咯 有可能 你的女朋友第一次坐你這個車的時候 會覺得很跳 但是習慣又沒有事了 反而我會更喜歡這種有Foam的車 如果是太軟的話我會軟軟啦 我習慣了之後 哎呦呦 嘖 哇哦 啊 啊 幸好這輛車的Exhaust不會一直要很吵很吵 啊 你小小 沒有小小 力踩油的時候啊 就是一個好像Normal車這樣過來咯 因為Mini本來就是有一點Sunning料的嘛 哈哈 哇 這個二號牙的那個boost很明顯哦 我的油門是踩在一個50% 不到 你的二號牙一衝出去那種感覺 就來撞車了真的 如果這個Elantra沒有NoticeTown啊 嘖 唉 怎麼這現在人家車這麼笨啊 我覺得Mini的這個steering有一點大力耶 你會覺得嗎 如果再小力一點點 我就更想爽加一點 它小小量這樣咯 steering大大力這樣 可是它幸好它的轉向是很直接的 而且轉向幅度也不大 你看 我覺得大概手一直都在維持3點到9點這樣子 對 對 嗯,這個過彎 厲害 嘿,就是一個沒有什麼負擔的車,你想要去哪裡就去哪裡,而且它的屁股是很OK的哦,聽話一下 哇哇哇哇,所以有時候駕雲頂我很怕車拖就是這樣,他們以為沒有車,所以他們就亂來哦 我昨天才玩那個race room來,所以我感覺到我好像在駕race room這樣,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在回去以前的那種感覺 對呀,昨天那個感覺 哇 brake 出眼了 而且我發現這樣子的setting不會 adjust up,那個coilover不會太硬是不是,它就不會一直 traction control一直出來啊 如果太硬的話,我連直線都會一直出來 OK 所以有时候云顶路 不是很challenging的一条路来的,不是简单的路来的 很考验一下这个车的过弯,而且还不是high speed 弯,是low speed 弯 oh no 那个地上,完了啊 这区B48的引擎哦,它很high speed 啊哦,它好像不会在好像5500转的时候就没有力掉啊,不会的哦 twin scroll engine 对吗? 对,跟BMW 330i 那些一样啦 B48 也是同一个2.0 有200多匹 original 也是很厉害一下了嘛这个车 我喜欢那个Weskate 是吗,那个摄影 不是前面不是Weskate,前面是Ventury Intake 直接一放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摄影 oh my god ok 原装都会有给到这样的摄影了的 可是你没有改exhaust 不够大声啊 这个改了full custom 多少寸啊 3.5寸 3.5寸,oh my god 这个 ok啦,我已经上到来云顶了哦 ok,我们已经上到来云顶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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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haust 在外面听真的是很大声的是不是? 对 哈哈哈哈 放回去,呃 ok,Brandon,ok吗? ok,可以 对这辆车的印象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可能之前我驾的那辆JCW 它的放到太硬了的adjustable 感觉到不是硬就是好的 除非你是在track 啊那些 然后它就加了spacer 为了好看 觉得有点可惜啦 操控啊,好像有点走掉了 那种感觉 而且这辆车重新刷新了我这个对JCW的印象一 其实我觉得JCW 诶,这样难加的咩?不好加的 可是我驾的这辆车完全不一样耶 然后它的动力啊,顺很多 它真的是很顺畅 它从2号压开始你慢慢感觉到bust慢慢高 3号压,4号压 它不会感觉到有时候那个bust要来不来啊 你的油门踩的时候 加上这辆车有Electronic LSD的帮助之下 我每一个弯我感觉到有时候踩一点油的时候 会莫名其妙 只会拉你一点回来这样的哦 就感觉到它推头会比较少啦 好驾 这辆车好驾 真的没有什么负担啊 你就这样子 烧不了 当然这辆车改到这样的话 要有点少少的驾驶技巧去驾 好啦,非常感谢这次Brandon找我 试驾他们的公司车啦 这个是Bust Garage 的一个 他们的Project Car 他们还是会有一些 Project会 going on的 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去趟反他们 下次也希望他们会 去办track day啦 我可以去专一下 所以你们对这辆车的印象是怎样呢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 你们喜欢JCW嘛 如果你喜欢JCW的朋友们 喜欢的话 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一下啦 非常感谢Brandon 谢谢你 谢谢你 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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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框门啊 帅耶 F56 JCW 又再做一次上山给你们看 这一次真的是不一样 这次跟上次比较大差别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好驾 而且外形真的是比较好看啦 换了这个轮圈 搭配这辆车 看起来一点都不难看 而且它的颜色 整个Wrapping 简简单单 就是很漂亮的 有时候简单就是美 不需要太夸张的那些 围意啊 Body Kit 啊 好啦,那喜欢JCW的朋友们 记得点个赞 如果有朋友喜欢看JCW的 记得也是发给它 转发给它看一下 原来改成这样 上山只真的不错了 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想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Goodbye by bwd6